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它有三分之一的空间规划出来当成饭店对外来揽客 当然房间数量有限所以能够住进来的都是肯花大钱的观光客 甚至你从外观来看真的是豪华又气派 里头的家具都还是镀金的 有很多有钱人特别包下场地要来办party 这里头的一日生活带您去体验 阳光照耀山丘上的大房子闪映夺目光芒 气派黄沙岩大砖堆砌而成 这里是印度久德波尔王室家族的宅地 乌麦八王皇宫是印度皇室后期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同时它曾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住宅 占地超过二十六英亩 而且光是打造时间前后就花了十六年 庭园繁花翠绿飞鸟提名来回 幻想自己身处桃花园似乎也不为过 乌麦八王皇宫上方一百零五英尺高的圆顶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 远看壮观 近看震撼 大门口绿衣大胡子先生帮你开门 仿佛自己就是皇宫的主人 挑高的设计感觉上非常地有空间感觉 而且它的设计感相当相当地足够 你看一下 在所有的周边你会发现 全部的颜色都呈现金黄色 有一种奢华的感觉 而且这里白话一点来说 就是用钱堆砌出来的 没看过印度皇宫 真不知道什么叫做金碧辉煌 连家具都是镀金的 这样就羡慕吗 还有呢 什么叫做奢华帝王般的享受 你来看看住进皇宫饭店 他立刻帮我点上了这个红色代表幸福的记号 然后呢 这个花圈是起画得非常非常的香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晚间我要休息的地方 这张床是大size的 而且整个装潢很古色古香 跟以前的帝王享受的是一模一样 你来看看我的右手边 这里是一个独立的书房 能够让你在这里办公 不被打倒 但是我一定要特别介绍的是 在穿过这条长廊之后呢 有一个很秘密很秘密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泡澡池跟淋浴间 能够让你把一整天的疲惫都消除掉 像这样的客房限量65间 因为乌麦八旺皇宫只有三分之一 挪出来当成饭店 其他空间则是王室自住 和当成博物馆 这天晚上 国际知名酒商包场办party 带上迎宾的传统帽式 卑躬交错间 得知他们对台湾市场相当重视 台湾很重要吧 台湾很重要 为什么你觉得台湾很重要 台湾很重要 台湾很重要因为台湾的消费值 也是做比较前面的 在压台区的话 机会出现了 就得好好把握 如同我所看到的印度 抓准金砖话题 发酵的契机迅速起飞 皇宫住宿 就是吸引观光客的其中一招 有人说想了解一个国家 或一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 用吃的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 那么在印度你可能会想到说 曾经印度人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但是在印度 最知名的料理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咖喱吧 咖喱它就是源自于印度的 但是在印度吃咖喱呢 跟台湾吃法不太一样 他们是配烤饼来吃的 但是饼跟印度的这个咖喱 应该怎么样来吃呢 教你用手来抓 拥挤了旧德里市场 反复走足的吆喝汗味 掩盖不了扑鼻而来的刺激 在这个地方逛要很小心 因为你很容易就会打问题 不是我夸张 除了茴香 八角 肉桂 姜黄 这些我说得出来的 至少还有二十多种香料 没见过 在印度是一个非常喜欢用香料的国家 所以在他们的市场里面 你看到有很多种的香料 但是如果你比较懒惰 或比较不会挑的话 你可以买这样的这种包装 像这里头呢 它总共就有二十多种的香料 帮你组合起来了 你回去在煮咖喱的时候呢 能够直接倒进去熬煮 煮出来就是很道地的印度咖喱了 当然除了香料之外 还有很多的干果 手上的这个是五花果干 我来尝尝它的味道 蛮甜 蛮有嚼劲的 印度人爱用香料干果煮东西 特别是咖喱和茶 各式各样 随心调配自己口味 可我这外来客 才没太多咸功夫 花脸前当大爷很容易 莱德里六年开旅行社的Kenny 是当地第一个女台商 深入印度人生活圈 最道地的印度味 她凉弱指掌 咖喱 据说就是印度人发明的 这个名字来自坦时米尔语 Carrie 酱汁的意思 19世纪才有英国人加入奶油 大量地往外传遍全世界 不过看着糊糊的模样 跟在台湾吃到的日式咖喱 泰式咖喱差很多 浓稠咖喱里头是柔软乳弱的蔬菜口味 在台湾多处配饭吃 在这里 豪饼还是王道 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 印度人的主食叫做饼 在我右手边的叫做Nang 然后呢 在左手边的叫做Roti 一个是用小麦 一个是用面粉制作而成的 而在我前方呢 这两盘的咖喱其实不太一样 一个是菠菜咖喱 一个是番茄咖喱 一般来讲在吃的时候呢 是会用汤匙舀到自己的盘子 然后再撕饼 把它吃下去 千万不要拿饼 直接沾咖喱 非常不礼貌 收起来就有了吧 对 然后就有了就吃 了解 除了咖喱 烤鸡也大量运用香料 微辣口感 大口咬下 好满足 但我万万没想到 最后一刻端上桌 让人消除满口味道的 茴香冰糖 居然让我大失态 这味道我实在不想多描述 改天请你自己尝尝看 好 在我印度采访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英文来沟通的 但是我却意外地发现到在印度 现在好多人都是掀起了一股学中文的热潮 因为印度跟中国大陆有边境相连 所以贸易往来也日趋增加 再加上印度的华人越来越多观光客也是与日俱增的 所以在印度有很多的学生他们也开始学起了中文 而我在采访太阳城堡这个古堡的同时呢 我就听到有人用这种印度腔在唱中文歌 而且唱的还是你我耳熟能强的曲子 当然引起我的兴趣上前采访 这才发现说这几个年轻人 他们都是印度非常知名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他们利用放寒假的时间来兼差当导游或领队 顺便练习中文之外呢 还能够赚一点学费 超过五百五十年历史的梅兰加尔城堡 屹立在一百二十五公尺高的山头 盘踞如莽有着磅礴气势 它在印度是数一数二的古堡 意思是太阳堡垒 黄沙岩外墙和印度印象连结 吸引游客前来 我感觉很棒 从印度和拉加斯坦 我们只是想来因为它是一个黄色城 汉哥哥一起资助旅行 Lenka坐在最高的城墙上 360度俯瞰整个城镇 没有喧嚣 他还留下美丽牵影 说这样感觉有一点神秘的意境 放眼所及在古堡的外观还有这个山壁 全部都是砖黄色的 但是我们循着日落的方向来看 这里隐藏着一种神秘的色彩 我说的神秘颜色就是蓝色 有比于地中海的水蓝与白 久德普尔的房子是点缀在黄色上的蓝 这个蓝色原本是印度阶级制度中 层级最高的婆罗门才能使用 但现在为了防纹和散热 各个阶级都把房子涂成蓝蓝的 随着夕阳西下天色渐暗 我意外听见熟悉却又带些陌生的歌词 中文系学生利用寒假兼差 一举两得 我们约好隔天试几件 在大学学中文两年的宁杰 今年24岁 对观光客的喜好她昏速不济 坚持导游有一年时间 她告诉我在印度会中文 越来越吃香 现在工作太多了 但是会讲中文 会讲中文的学生台少 没去过中国大陆 也没来过台湾 中文却很流利 还是学生一天就可以赚50美金 在当地已经是中高收入了 这是传统的 这是传统的 那个沙里 正因为印度和中国大陆边境相连 往来志趣频繁 中文强势成为热门敌而外语 印度年轻人不只为了观光做准备 也预约未来提前卡位 好有人说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也有人说它是现在的金砖四国之一 看了出来它的未来发展潜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印度有钱人很多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接下来这则报导 我跟我的摄影搭档林明达 我们要透过四个人物的故事 带您来看看 印度除了富豪之外 他们一般的生活老百姓 是怎么样过下去的 来看这则报导 秦英流现在新德里的一个上层社区 有一种怡然自得 这台钢琴和它的主人来自台湾 背后是一段为爱走天涯的故事 毕竟结了婚就是应该要在一起 因为印度很特别 对啊 那其实他如果是因为 他要来这边的工作的话 你可能一辈子你不会想要来 因为婚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想法 Julia放弃了八年的教室工作 婚后两个月就陪老公到印度 现在是全职家庭主妇 偶尔教日桥韩桥学生弹钢琴 所以刚开始比如说你在跟印度人买东西啊 然后他们会骗你啊 对啊 那你就必须要去跟他们讨论很多事情 骗了比如说什么 把价格拉高 对 这是他们不骗的现象 对 所以他们都觉得坑外国人是应该的 是离手当然的事情 Julia年纪轻轻就陪老公在异地生活 是很多人羡慕的 特别是在印度这块金砖上 但Julia说金光下的贫富差距 远远超乎想象 45岁的计程车司机Rajia 积极说服我包车划算 无非是想多赚一点 一问之下才知道 他从南印度到德里挣钱 养活父亲老婆和两个儿子 每年10月到隔年3月的旅游旺季 最高一个月可以赚9000卢比 大约是新台币5600元 生活是辛苦的 和Rajia一样 推着三轮车卖面包饼干的小贩 大包一粒二十 小的只要一半 一天只有200卢比收入 不到新台币150元 而他兜售商品的住宅区 一间三房格局 30坪左右的屋子 月租金要8万卢比起跳 对比之下如天壤之别 我还有另外一个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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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wamin 在这个小小的出租车上 他们是计程车 然后他们是20块卢比起跳 然后其实司机非常的热心 像我一上车之后呢 他就给我了一张 他自己手写的名片 他告诉我说 他叫做Rajiv 那么如果我下次有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他愿意当我们的导游 可以带大家去走一走 但是也特别提醒大家 其实这些价格都还是可以去商量的 千万不要当冤大头 混乱中 有秩序的马路上 有价值百万台币的进口名车 也有破旧烂的都督车 在这个12亿人口的国家 百分之五的人在贫穷线上挣扎着 这一幕让人百感交集 有同情 有心酸 也有不解 金川光芒下必然存在的暗淡 这也是现实